欢迎收看 国光帮忙 可以当扑克牌的前印衣 专奏时尚路线会员卡的宋欣妮 连保平安卡都有的张甲萱 会员卡专家简直是代言人的周怡怡 今天的会员卡都得如雪片般飞来 各位观众 演艺圈的卡神来啦 欢迎收看国光帮忙 我是萌萌 小康 我邱恒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助理生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文欣 好可爱 现在社会不一样 不一样 哪裡不一样 电子货币 塑胶货币的时代来临 身上只要有卡 一卡就可以走天下 所以我们今天来好好讨论一下 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 多种 到底有多少种卡 会员卡 对 各行各业都可以发卡 你说我们那种刷卡 那种金融卡都不要讲 光那个什么会员卡 我跟你讲 什么公司都可以出会员卡 我告诉你 有一种会员卡正典 RUNATING会员卡 好 再来见 有会员卡 真的 你一定有会员卡 平臉进去啊 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平臉 我以为还是要管制一下 想要你们那个会员卡 要不要缴会费 那不用缴会费 但是我们不一定就是 不是 不是收取一个钱 然后就给你的 不是 不是 看人 对 看人 应该是女性 你 状况 OK 来 我发卡 OK 你 那你的卡有个卡 金卡 银卡 钻石卡 普通卡 我们有那个 我们没有什么钻石卡 金卡 就是有一个少男卡 少女卡 少男卡 真的是少男卡 有年龄限制 对... 没有年龄限制啦 就是我们有分男卡 女卡 所以基本的条件是什么 跟全購观众讲解一下 什麼 太多了 敢拖敢翻 敢拖 这张卡进到店裡 有什么优惠 對啊 好难喔 有包箱嗎 就厉害名包箱 她们有她们一定的她们的权益在 對... 但是这个不便再继续讲一下 不是 今天她搞不清楚 分卡就是有身份证明 也不是这样 不是啊 就是說 你是正常状况内 大家好朋友 或者是老主婦 好客人 希望你常来玩 表哥 表妹 卡 你不要过去 你不要过去 他说表哥 表妹 你不要去我店 我把你表哥 表妹都叫出来 有什麼 那個什麼 因為我們會辦定期辦會員卡事業 有的時候像中秋節啊 我們就在那個 辦那個蚊子電影院啊 然後烤肉會啊 讓他們來參加這樣 但是首先要給各位介紹 這幾個怪咖 首先第一怪 請看這裡 好多喔 他最多耶 錢小姐 你有幾張卡 你目前這個檯面上幾張卡 我不知道 我沒說 有沒有50張 應該有吧 超過吧 有 我知道我拿上來的時候 我有已經去掉三分之二了 就是把一些倒掉跟沒有用的 拿掉 想上去看看他有什麼 比較特別的卡 我覺得比較有用的是Happy Go 對... 華昂卡 還有長榮 長榮卡 還有ALE 還有地球村 好 我還有那個太陽餅的卡喔 只要買六千塊以上 他就會給你一張卡喔 我還有一家 還沒有到的阿末蛋糕 一次買兩萬塊以上 他就會給你一張卡 再次買兩萬塊 那該打幾折了 妳看 影碟NTV NTV NTV 你剛才去NTV 這個怎麼沒有拿去 快抓到 影碟NTV啊 好Low耶 對 修片卡 這個要買醬油 一定要這一張卡才有 不然不賣耶 你買醬油都買到有卡啦 真的啊 這個一定要看認卡的耶 人家都拜託我買 好啦 妳有這麼多卡 妳自己直覺 妳認為最有用的前三張卡 是什麼卡 這個 漢神的什麼翡翠尊榮卡 他可以你在那邊逛街逛累了 就可以去他的貴賓室 然後他貴賓室裡面呢 而且他可以幫你提東西 不是... 你買完東西回家 你去漢神幹什麼咧 可是你逛 你提很多東西會累 他可以提著 幫你提著 對 他可以幫你提著 陪你逛也可以 然後他...你可以... 你去他邊休息的時候 他可以有... 比如說蛋糕是最貴的 然後像咖啡也是星巴克啊 什麼等等之類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頂級的 然後咧 不用錢 不用錢 但是一定要有這一張卡 但這張卡沒幾個人 隨便吃不用錢 真的 這張卡要20萬耶 20萬 買了以後 駿漢神這個... 駅樂部都不用錢 對... 這個要值得今年 這個是...就是在美國買的 但是他只能在... 只能在... 歐美地區 對 我那時候買 我以為是全世界同用 結果來台灣之後 不能用 所以裡面... 裡面要有錢 你可以去... 幹嘛這樣啊 那這個呢 這個也是啊 國外用 這全部都是在西雅圖的 那個Starbuck第一張卡 幹嘛這樣 這個NONO的照片是什麼卡 NONO照片卡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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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段喔 竟然把NONO的卡 拿起來 那個附身符號是 附身符號是 旁邊那個是你嘛對不對 那不是是我姐姐 只有這個比較好 這是新的卡 7-11 對啊 好用 而且它是就是 Hello Kitty的那個... 它不是有出紀念版嗎 這張卡 憑這張卡 換NONO手毛骨根 謝謝 他說還有這張 這張也滿屌 這張是那個 龜柏翠 就是... 一個巴洋品 對 它就是2萬4以上 超好用的 對 一次買2萬4 才能發這張卡 可以幾折 8折 可以借我用嗎 它隨行卡 它就是... 我們在錄影嘛 那個請問一下 你搞這麼多卡 這個真正的好處在哪裡 子虛號 就是你買東西都可以打折 然後有一些它就是看你 是會員的話 它就會有特價 你身上有什麼卡的 皮夾不在身上 你身上有什麼卡 我有那個百四達的 你一個月租幾次 他出多了 20次有啦 一個月 那他有優惠嗎 沒有啊 沒有 就是... 那你辦卡幹什麼呢 那個是比如說... 比如說一次繳三千塊 還有什麼 對 它可以儲值 很快的卡 等一下 我發現我有一張 現在住在台北市 你駕槓流行的 一定要有這張卡 叫什麼 郵遊卡 我也有 我還學生卡比較便宜 對不起 郵遊卡 我跟你講身為一個 住在我們台北市市民 一定要有郵遊卡 因為郵遊卡太正點了 我跟你講 正點死了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捷運停車 只能用郵遊卡停 對 你沒有郵遊卡還不給停 這等於是市政府的那個 停車場的話 現在公有停車場 都用這個郵遊卡很正點 因為你就不用再去拿票 再去繳錢 可是學生卡比較便宜 可以打折耶 我這個臉拿學生卡 我會不會被槍斃啊 你不要這樣講喔 某個製作人 他還拿學生卡喔 誰 哪個下流配子講出來 我不能講 我不能講 沒有啦 真的 對 一起坐捷運喔 沒有 去看經歷喔 我有這個喔 肯德紀位有會員卡 你們有嗎 應該會有人有吧 你都拿那種學生卡出來 學生卡比較便宜耶 他們都沒有跟我計較 你還是學生啊 對啊 我還是學生 來...我們看看第二位 第二位是什麼卡 我就比較時尚 不是 提款卡拿出來幹什麼 這是投手的時候那種... 這是郵局電影盒 他還有Hello Kitty 我的天啊 那個Hello Kitty很棒耶 那個只有我們可以打折 那個我也有 只有你們可以打折 對 因為你一定要有卡 生活工廠這個還不行 這個還是儲值的 我現在已經有正卡了 在哪裡 我剛剛有拿 你有正卡了 可是我打折而已 來 我們先看看它檯面上的 這裡 來 手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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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地球村美日語 我也有... 我的比較貴... 你看我的透明的比較漂亮 對不對 因為我付比較多錢啊 你一定沒有去上課啦 真的 真的 我的卡都不見你們 是最近才去參加的嗎 4萬8 妳說 我才交2萬多 1萬3... 訓掉了 人家金卡妳贏卡 可是我什麼課程都可以上耶 我是上班主 妳有去嗎 我有去 喂 那叫沒去 開始講到這些收集的會員卡 都這麼笨 妳看 她也有Happy Go Happy Go很笨 玫瑰卡是幹嘛 這個就是... 沒必要吧 妳也是要買多少 1萬塊以上要買 生活上真的這麼多的卡 這個我贏你喔 我的比較小喔 有什麼差別 我有更小的啊 唐純 你有更小的 應該沒有人有這種卡 搞什麼 誰有IKEA... 所以我們去養卡什麼的 不是 我講到卡都很興奮喔 妳們在裡面用最多... 最常用的卡是哪裡 最有用的卡 最有用啦 其實跟那個曲哥一樣 白士達 白士達 最常用 因為儲值 而且他每次你儲值 他就有回饋 就譬如說你竹山卷 然後送一卷 這個啦 妳參加兩個美語幹嘛 我看妳英文也沒有好哪去 對啊 What are you doing What are you doing I don't understand OK 好 很棒 好 接下來我們看 等一下這個 這個我是花了每一次 一次一次是花十幾萬 十幾萬錢花耶 不是 妳不怕妳爸媽媽看這集 再度中風嗎 上次 已經氣成那樣了 妳現在還搞這個 妳知道為了上次那一集 我姐姐跑來一直跟我要錢 然後還叫我媽媽主持公道 然後在那邊 為了那個節目大家等重播 然後再一個一個對東西 那個... 伯母那個 那個先回高雄去 好好走一個人家再抱一個 好不好 不行 好 那這個... 這個算是比較時尚的 都是買東西的卡 接下來這一位就知道 是主婦了 沒有 他們那些 他們那些卡都是用錢換來 我這張是用成心換來的 開玩笑 什麼東西 賠稅嗎 不是... 披了好 這什麼 這個卡厲害 這什麼 這個妳也有 我有別家的... 來...這個卡給各位念一下 這個卡厲害了 這什麼卡 基隆 普化景善堂關帝聖君 天賜鴻福平安寶卡 寶吉太和元亨利爭 你可以去我家那一間廟 我可以叫我爸爸放 妳要不要休息一下好不好 這個有什麼用 這個卡有什麼用 不是 就是你要用成心換來的 這個卡拿了以後 金鐘冠日 一波雲天 來... 高彥青龍 山有錢 好... 外侯朝中啊 神父體斑 那這要付錢嗎 你去爸爸不會捐山有錢嗎 一定會的啊 為什麼要加入這麼多的會員 請問一下 像我們通常 我們去買東西 童鑑要不要加入會員 不用了吧 對啊 童鑑你要不要留個資料 我們男生會覺得 加入會員是雷醉 對啊 對不對 而且每一次身上代目一大堆卡 對不對 皮夾弄得跟肥豬一樣 對不對 我們會覺得說 到哪裡買方便為主 方便喔 對 你們為什麼 你們是因為他們的贈品 還是有打折 還是有特殊的待遇 我記得最清楚的 大腦開發那一組啊 就是大腦開發什麼的啊 然後後來送我9萬那一組 現在大腦開發的公司 很希望你不要再講到 他們大腦開發 因為你參加他們大腦開發 然後大腦變這樣 你騙啊 我們現在就來回顧 錢茵茵的大腦開發史路 過來了 過來了 他來了 他買9萬塊耶 你忘記了 你忘記了 什麼東西 9萬塊 9萬塊 9萬塊可以請歌星到人家 差點過來 對啊 氣死我了 我覺得 我覺得最厲害真的是黑皮狗 因為SOGO明年中 黑皮狗還不錯 黑皮狗還不錯 可以換禮 對 換禮 而且禮不是只有一個 他可能有現金回扣 回饋之外 然後又可以拿一大堆 那種媽媽很愛用的咖啡 咖啡壺啊 所以你拿那麼多卡 為了就是打折 打折 還有你生日的時候 他會寄禮物給你 還有可以憑卡兌換禮物 對 女生就是 可是問題是那些禮物換回來 你們真的喜歡嗎 很喜歡 而且他有些是給你現金 譬如說我給你一千塊的禮物 還有一些是名牌的 小鐘就很喜歡 小鐘贈品拿來都會 生日禮物送給你們 可是有一些贈品都是名牌耶 對 那張家軒呢 也是啊 像我有比較多是那種化妝品的 他們就是會送贈品啊 然後又折扣啊 女生是會被這種騙 這種翡翠卡的贈品 又比一般的贈品還貴 對 都送比較好 來 冷靜 來 請問一下 妳是消費專家 妳已經瘋狂了 有那麼多卡 其實他的真正目的 就是要這些女生花更多錢對不對 我有很多卡耶 因為專家也講不出來 因為他自己 琳瑯買不一票 你知道嗎 對啊 余真家有Happy Go 因為真正的贏家 還是賣家啊 對不對 但是沒錯 但是... 這個我覺得 現在真的要衝Bingo 加油卡 加油卡 這也是加油卡 加油卡也有 這個說如果 這是理財專用的 加油卡 OK 現在一定要用 妳也有Happy Go 我有Happy Go 這個我可以補充一下 其實我覺得這個 他們剛剛講說可以換禮物 這個100塊可以擠一點 而且它跨十大產業 就是徐旭東旗下 所有遠東 你包括遠傳都可以擠點 用他們的什麼手機 什麼全部都可以 愛買 然後你也一定會用到 這個遠東百貨太便宜搜狗 遠東商贏全部都會有 對 請教一下 所以這個再補充一下 現在呢還可以到這個 全家便利商店 你只要去全家便利商店 你買50塊以上的東西 然後你拿出這一張 它就會幫你擠一點 之後又可以把這些東西 拿去換東西 那請問那個專家 你花最多錢入會費 得到一個會員卡是哪一個 對 最多錢啊 就是駝大哥說不要彈的那一個 哪一個 這一個 你花得多錢 因為我還有這個 等於說它除了健身以外 其實它還有SPA的點心 他們剛剛都沒有講到 好多女生其實會花很多錢 在身體的保養上面 是 比如說你們的太太 一定也會去做臉 做身體 那這個一買下去 做指甲 加一加都是幾萬 對啦 非要結婚啊 可是我腳這個我是真的 因為我朋友那時候 他們就是階梯美語 然後就是那個教材系列 然後就是有 多少錢 兩三萬 還好 可是說真的 我是抱著學習的心態 去買那個整個教材啊 然後他給我賬到 妳聽了幾次 這叫抱學習的心態 他去到一個被騙的 這個經驗 可是你就想上網 可以點他的網頁 就可以看到什麼生活的 點過幾次 倒啦 倒啦 如果不倒的話 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對 我就還可以 就是要查資料 我可以上去查一些 國中國小的教材 都可以查得到 那通常你們遇到這種 就是說我會費繳進去 然後商家倒閉了 你們會不會去申訴 或是就算了 有 我那時候叫我朋友 打到消息會去 有用嗎 可是沒有用 因為新聞已經爆出來了 就是幾乎就是要等待 他們什麼去處理 我就覺得這已經就是被... 然後最後就... 你們就不了了之了 對不對 因為你們又被別的卡去吸引 那又一張新卡 那個就不要管了 對 還有朋友開店 然後就是幫忙就是贊助一些 就跟他買一些什麼餐飲券啊 是... 結果就是拿來 那時候我記得我買三本 那買完到現在為止 就是我才用了三張 有用三張一次 就是當天去消費的時候 就現場用三張嘛 他的面值是多少錢 一張是值 一張100塊 那三本... 三本好像3000吧 3000 所以你嚴格講起來只用了一次 用了一次 對 而且我才用一次之後 我下次想說 有空要再去的時候 他已經倒了 你有幾張卡 是繳了錢以後 只用過一次 很多喔 很多根本沒用過 真的喔 所以就是你剛剛說的 三分之二沒有的 對 那些都是沒有用的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現在Run18 有個終身會員卡 真的嗎 有什麼優惠啊 都有 什麼都有 要什麼有什麼嗎 要什麼有什麼 但是條件是你找得到我 對 OK 好啦 那你們參加過 最瞎的會員是什麼 你終於承認了 好 大腦開發 那你呢 其實我滿怕一些 直銷的那些會員 像以前高中 就有加入什麼Newskin啊 Forever啊 後來他們本來也要叫我 就是加入進去可以什麼 跟著他們會員啊 就可以拿到什麼 當藍賺金利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棒喔 如果我都跟朋友說 我也賣你... 你也加入會員 就像老鼠會一樣 對 結果我朋友 就先花了十二萬 先買產品 然後去跟銀行貸款 借來借去的 然後後來我就說 你先花十二萬才能 要去上課一套課程 你才能當他們那個 真正的行銷 銷售人員 是 我就覺得那我幹嘛要花十二萬 我那時候大概花了幾千塊 先買產品試用 我就說我比搖了 差一點我也要花十二萬 結果到現在我那朋友 商品都賣不掉 像我以前就是為了朋友嘛 譬如說朋友的老婆 參加了一個什麼會員 其實那個會員滿好的 那一開始就是 因為那個剛剛搬出來 一個人住嘛 那他都買什麼 就洗碗機 什麼洗廁所 日常生活用品 一大堆就對了 第一次買很過癮啊 因為第一次好像 不知道買多少錢嘛 好像就一箱來 我什麼都有了 開心啊 但是對不起 你每個月要補貨 一定要嘛 對 然後每個月補貨 補到最後我就想 補到最後那個貨 全部在我家 對 你講的那一箱 就是兩個字的 我忘了 反正就是 不是...我... 用不了這麼多嘛 洗怎麼弄 中海 有... 可是每一次補貨 就要再付一次錢 就是每一次可能 我記得好像是 打比方啦 可是你一個月要補兩千塊 就是盯銷就對了 你一定要買到兩千塊 對 我洗澡 我一個月洗兩千塊 我怎麼洗啊 我一直洗 我整個月不出門 也洗不了兩千塊吧 對啊 對不對 那只有送給這種... 大家送來 拿去拿去用啊 怎麼辦 然後後來就 到一年終於 到一年 其實可以解約 解... 不能再洗了 天啊 冷靜思考 冷靜 不管在什麼樣的狀況下 即使被脫光也一樣 對 冷靜 回去想想 然後脫光走掉 對 一定要回去想一下 對 就不要當場答應啊 沒錯 然後條款的部分 一定要先看 而且他如果說不能退 那完全是不正確 現在應該可以吧 現在這個消保法不一樣了吧 而且現在還有一種 就是我們會收到那種 很多人會從海外來 那種度假村招募 這種連...像這種觀光局 都有相關的一些規定 所以你都可以上去要求 省月三天 如果加入菲律賓的 所以這個就... 你真的很有錢耶 姊姊 我那個朋友啊 在綠島的民宿 也有這個加入會員 你要不要加入 可是也可以全家人常常去度假嗎 可以...綠島...很棒的喔 那我找你那個嗎 整棟民宿包給你們住 哇 酷好不好 終身會員 150萬可以用的 對... 150萬 終身耶 全家終身會員 對啊 我需要經過我爸那一關 好 那多少錢不用... 就是...至少要... 大概20萬以內 有... 打成... 打到25萬 為了你 OK 好啦 因為五元其實嘴巴都很厲害 真的 那你們有沒有加入會員 後悔過的 你們是什麼以前有什麼 快花25萬 加入什麼SPA的那種東西 可是那個是不會後悔 但真的後來比較一下很貴 25萬耶 我天耶 可是你一定要加入會員 他才給你5折 因為我譬如說我按摩一次 Hair Spa全頭髮按摩 就要4800 那你有加入會員 沒有加入就差很多 我一次4800跟我加入會員 5折才2400 所以我就... 可是你要先付25萬 對啊 我第一次剛加入的時候 先付10萬 可是... 按摩...按25萬 那你為什麼不算我25萬 我可以用幾年用幾次這樣 對啊 那時候不會算 那時候就是進去啊 他們就說有什麼太空艙啊 有那個幫你全身先幫你去角質啊 去完角質 然後用什麼深海泥啊 整個敷好之後 然後開那個太空艙 對 然後太空艙之後就... 他就把你蓋下來 所以你們那時候選擇這個會員 也是因為他設備特別的 特別好 然後還有那種水床 水療床 你就可以在裡面一直按摩 他就水一直在裡面倒 不是一般游泳池SPA就有了嗎 可是他有一個很特別的是整腹 就是可以幫你按摩腹部 整腹的功能 那一般按摩院也有啊 不太有 那邊的師傅特別好 分開去那個按摩就好了 還有一種更棒的 摩托車 摩托車 還有那種 更正 真的 不一樣可是他們賣的那種 高級SPA品啊 都是像歐洲的那種 皇室在用的東西 可是你無重力床可以... 最新鎮 最新鎮 可是聽你這樣講 沒有後悔的感覺啊 還一直講比較好 可是...不是後來 我多去幾家SPA中心比較之後 其實那個科技是大家都... 他差不多有同樣的器材了 所以後來覺得真的很貴 洗個頭弄一弄也七千多 對 我覺得這兩張 就是一張是上課的 一張是那個電視購物的 學英文的是不是 電視購物 這張多少錢 那張其實我是... 其實說十幾萬 但是付了很多次... 付了很多次十幾萬 是 就是每一次因為他要... 就是你只要... 他要上課的時候 你就要... 你去那邊說 大家一起上課嘛 那就得有點像... 感覺像聯誼的感覺 然後大家都講英文 聯誼 然後有一個主題 但是你每一次去 就是要消費 然後甚至是出國留學什麼的 然後他就說有比較便宜 但是我後來 因為現在都認識比較多 那種旅遊業的導遊什麼 有比較 對 根本就沒有便宜 而且還貴 不是 你想跟老外聊天 還需要花錢 對啊 老外朋友 一聽嗎 一聽就有啦 有義大利的 法國的 各種都有的 對啊 而且他會給你十幾萬 他一定知道 超過二十萬要經過你爸爸 對 十幾萬 問過 對不對 不是 怎麼可能 很後悔嗎 我很後悔 我真的很後悔 因為我後來都沒有再去 因為我發現每一次去都要付錢 然後那個電視購物的那張卡 是因為... 是 什麼 繼續講 這個人叫做很後悔 太多了 這樣叫很後悔 我的天啊 而且電視購物是因為 我那時候啊 他就說我一次買 就等於說是儲值的感覺 就是付...一次加個五萬塊 然後就是會員 然後你買什麼東西都有打折 然後我問你 你現在最新辦的一張卡是什麼卡 最新耶 最新耶 蛋糕你買多少 蛋糕一次買兩萬 你怎麼吃啊 你買誰吃啊 我的天啊 那要吃到什麼時候 它多大一塊 你告訴我 兩萬是多少 沒有啊 就... 就是一條一條這樣買兩萬塊 對啊 他們知道耶 一條多少錢 我...140 不知道 我根本就140吧 他的蜂蜜蛋糕 20條 你要買到兩萬 要買幾條啊 二十條 公益蛋糕 一條140 十條1400 一百...一百四一百五左右 一百條 一百多條 你買一百多條蛋糕 還有司機去幫我載回來 那幹嘛呢 你看到這些蛋糕 然後我家用蛋糕蓋個小房子 耶 好厲害喔 他破屋喔 好啦...可以啦... 可以請朋友啊 好多朋友 好大方 就是又有那一張卡 然後你下次買 140又可以打折耶 這樣子蛋糕打折 你不覺得很便宜嗎 你不要再氣你爸媽了 我跟你講 今天這集播出來他們又... 應該差不多啦 我看一下 行李人 你最新辦的一張卡是什麼卡 應該是 老公卡 都差不多時間耶 都差不多 好 你先想一想 那張家具 這個 網咖 其實這個很好用耶 為什麼 你現在還會去網咖 你會去網咖 會啊 去網咖幹嘛 因為現在的網咖 還算滿先進 它除了可以上網嘛 它還有可以看DVD 看漫畫 看雜誌 然後東西又很好吃 對啊 真的喔 然後它那個卡 你可以在那邊待一整天 就是如果說譬如說 你在外面消費一個小時60塊 那你可以用那個卡 待一整天可能... 可能才兩三百塊 然後你就是... 這麼便宜啊 對啊 你這麼沒事 你在一個網咖待一整天幹什麼 沒有 就剛好... 無聊 那申請這個卡要多少錢 入匯要多少錢 其實入匯還好啦 多少錢 好像三五百塊吧 那還要 可是我當初... 這種會員卡就是 細水藏流 對... 你每天來 我少賺一點 但是你每天來 要去別家網咖 幾年啦 可以用幾年 就是你... 它也可以出資在裡面 它也可以加一個扣款 然後... 對...也可以打折 因為我當初加入地球村的時候 他就是跟我說我可以一整天都待在裡面 可是你待在地球村一整天幹什麼 一整天在地球村幹什麼 對啊 你的警衛啊 你在地球村待一整天 又沒有東西吃 那辦理當卡在那邊當警衛 你在那邊講沒有啊 他說我可以一整天待在這裡啊 白癡 其實你找到沒有 你最新辦的卡 我最新辦啦 我最新辦應該是我最近 就是之前人家介紹我這一家吃的 超好吃 它就是有那個絲瓜小籠包 吃的 對 吃的 因為我很喜歡吃的 收集吃的卡可以打折 那這個要入會費嗎 不用... 就是消費滿一個程度 它就給你了 對 這種卡就實用了 對 沒錯 而且我覺得他可能看到明星 都會先發一張 希望你們常來嘛 對 真的很好吃 那叫我推進去 終於發現錯 對啊 應該是江浙菜 江浙菜 對... 他菜都好美的 書航美酒加油滿漢席 上冰什麼東西的 品味去書航 而且你一定要先預約喔 像這種免入會費 然後有打折的喔 我可能就會考慮 如果真的好吃我就辦了 好吃 對不對 肉給你會考慮 你看 他自己也想辦 還收我而且 像他可能就會限制你說 你要吃到三千塊 送你一個白金卡這樣 那可以 因為好吃下次一定會來好 可是你專門就是說 我為了未來的打折 現在先花一筆錢入會 那個打死我會很掉 我覺得像這一張 也就是在忠孝東 對 我也有... 每一家 每一個人幾乎都有 他們的白金卡 因為... 他也有啊 對啊 我們警衛什麼都有 警衛卡 我跟你講 他的紅燈卡不一樣 他可以紅燈待一天 待一天 他的卡都可以待一天的 打折 早餐到宵夜都紅燈 我覺得這一張太陽餅的卡 我真的覺得很有用 你不覺得嗎 對啊 對啊 你買了多少太陽餅 我不知道 跟蛋哥什麼 五千塊以上 五千塊 五千塊 一盒太陽餅多少錢 三百六 差不多 幾百塊 可是太陽餅很好吃啊 但是五千塊的太陽餅 你吃到過其樂 都還沒吃完 沒有 我一次可以吃一盒 我自己一個人可以吃一盒 你一天吃幾盒 你有沒有調中燒的會員卡 調中燒 調中燒好好吃喔 調中燒也是排好多人的 超好吃的 是調中燒啊 怎麼是調中燒 太甜了 太甜了啦 真的好熟喔 你們不知道嗎 現在多好玩 對 麻木都不知道 怎麼會叫調中燒 你講一下 什麼叫調中燒 它就是有點像車輪餅一樣啊 可是它變成一個叫調中燒的 調中的一個感覺 像日本 超好吃 你覺得我們三個看起來像吃調中燒的 他們是吃那個... 那個Mr. Donut吧 Mr. Donut 我們也不可能 警衛... 我跟你講 妳還是多去吃那個地球春 可能妳可能會好一點 我還有去西雅圖耶 我有辦西雅圖的卡耶 西雅圖 警衛卡 西雅圖什麼卡 西雅圖 西雅圖 SEA 不要這樣子 我會被搞混 SEA 不過很重要 對啊... 所以很不錯 真的很會 知道他有去 有... 他有去 真的是在門口 OK啊 就是你的機場門口嗎 沒有 我是特地 其實我主要是要去星巴克的 好 相信... 對啊 我這些卡都在星巴克 不過我辦過一個很有用的卡 什麼卡 就是那個 澳洲的快速通關 那是什麼 這怎麼辦 機場過近的 就是過近的時候 你進去就拿那個卡 很快 那很棒喔 那有一條特別走道 你就是拿那個卡一刷 什麼條件才可以 澳洲人嗎 澳洲人嗎 澳客 就是帥 要... 誰... 誰跟你換... 頭大啦 什麼東西這樣 帥 要帥 彭哥怎麼沒有 我還在那邊想是 什麼... 就帥 什麼都會帥啊 沒有 那個一定的程序就可以辦 因為好像就是那時候 因為我們做旅遊節目嘛 常常去 經常要去 所以說就是花了一點工夫 去辦一個那個東西 那個商務人士很好用 因為你到那邊 你就不用每一次在那邊 弄開東西填卡什麼 很麻煩的 就是刷一下 常常往來就對了 那澳洲常往 現在不知道還有沒有 那個時候有 好 那聽過最奇怪的 什麼樣的協會 我曾經就是在我家樓下 有一個地下室 然後就是一個俱樂部 健康俱樂部 然後那時候我下去的時候 我就...他們就 就拉我們去當會員嘛 然後先讓我們試用 一個禮拜 我覺得去試用還不錯 可是你就會發現那邊的 就是辦會員的那些商務 都是穿那種西裝 就很像黑社會那種 然後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說我覺得這怪怪的 就怎麼會有... 健身房通常都穿得很健康啊 然後那種面向都很陽光的 就是男生啊或女生 可是那邊就感覺 就像一個詐騙集團 結果後來我就先有 交了兩千塊 因為他說你可以 先保留你的資格 說什麼很滿啊 什麼健康俱樂部 我忘了 然後會費才三萬塊 一年 而且他說慢慢... 他只有隔一半喔 一半還在施工 一半已經好了 然後他說另外一半還很棒 什麼SPA什麼都很棒 結果後來我去... 沒多久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還是覺得怪怪 兩千塊我不要 真的過了幾個月 那個就爆出來 是一個詐騙集團的 一個吸金公司 很多人家的會員 而且都是交那種 六十萬還是幾十萬的 終身會員 新聞都有報 很可怕 我也有參加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協會 就是你知道那個... 那個... 朱建惠先生辦了一個 音樂交流協會 音樂交流協會 你知道為什麼奇怪呢 因為裡面都是玩音樂 每個人很會玩音樂 你不是主委耶 我站在那邊 想要唱一唱歌 不適合... 你還是主委是不是 不...我是肩尾 肩尾 但是那個東西 為我們台灣音樂做了不少事情 可是不用會費嘛 那個要 要啦 他很便宜啦 一年一千五啊 OK 象徵式的這個 你交了多少錢 我是會員嘛 所以我交一千五 可能...你肩尾可能比較不用吧 肩尾不用啊 肩尾要做事情 肩尾是收錢 可是你們兩個都是會員 我有交錢 你也有交錢 我有交錢 我記得我是一千五啦 可是他會每一年都會辦一些 很多音樂交流協會 交流的工作 譬如說像什麼... 什麼印第音樂展啊 什麼一大堆的啊 然後它那個其實是一個 很有意義的一個協會 我覺得有一種協會 是每一次都交很多錢的 是哪一種協會 一個動物的 就是... 動物 就很明顯 呆子協會 不是L開頭那個動物啊 應該知道吧 獅子會啊 你講的喔 就每一次... 我們是獅子座的 大家一起聚集的獅子會 可是我們說的不一樣 你知道嗎 因為我爸每年啊 那個啊 就應該是說 他有很多家 然後每一家 他至少都要出 都要花 每個月 他至少都要... 幾十萬 我記得上次他就繳了五十喔 就每一次都... 可是那是做善事 可是那種跟我們一般 那種商業的會員 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覺得每一次都是那種 大家聚會 然後沒有什麼 只有聚會而已 你看到的只有聚會是不是 你看不到的地方多龍 對啊 他們常常有捐東西啊 什麼的 你在開發大腦 你哪裡看得到 應該有為社會做一點事 大腦開發我還看到人家就是 明明我就覺得沒感覺 然後他們還在那邊 就是一直哭 然後講說我聽到 我知道我的奶奶 要跟我說什麼東西 你奶奶跟你講什麼 我們還想聽一聽啊 你現在站出來講 我奶奶就這樣子走 但是她回來的時候 她又告訴我 她說了什麼 她說 上正式高門要關 回座 我到底那個班 你們大腦開發協會 你們聚會的時候 聚會的時候 你們在幹什麼 那哈拉協會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些 我奶奶在講話 會哭耶 我演藝走的時候 都沒有跟我講 一開始進去幹嘛 有一個主持人嗎 有 然後我知道 我有一次去參加一個很好笑的 然後就那一集 就大家都盤坐 坐在地上 然後像曲根那樣這樣 然後就好 我們現在準備要開始囉 然後還有一個主持人在前面 這裡全部都這樣盤坐 然後就開始 我們要開始喔 然後就那個 然後就大家就開始 然後就有那個風聲 就是放音樂 然後就開始講說 風聲 我們現在進入了什麼什麼 然後你有沒有什麼感覺呢 然後就開始有人唆氣 那你有什麼感情 我就覺得 很瞎吧 你說怎麼會這樣 然後還有人是很生氣喔 然後我一直抓一腳 很怕耶 然後我就就是 他們大家都閉眼睛的時候 我都一直在看他們的那個 那個抓一腳就這樣 然後我就看 你抓一腳 我抓一腳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抓很緊 你抓我好了 你抓我 抓我的手 喔 還要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一直抓我一腳 然後我就說幹嘛 然後就 他是男的吧 一個媽媽 一個媽媽 然後後來他就一直打我的手 然後我想說 就是我就一直跑 然後他們就 就我已經牽扯到 我一直跑 然後他打我 一直抓...一直打 然後抓到 撞到人的時候 那個人就爬前嚇到 然後他們兩個就開始這樣 對峙 對 然後就 一直看 然後我就覺得 然後我就覺得 你們兩個到底在演什麼 我就... 那你怎麼沒有一起參加 那你動眉頭 大腦開發 想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是不是 就是... 就這樣一直這樣 還有啊...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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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一直等喔 就這樣 還有... 你在想什麼 很厲害喔 好恐怖 然後就哭啦 好恐怖喔 然後我就在旁邊一直這樣 我那一次之後我再也不去 因為那一次最誇張 就是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我都不知道 知道 開發嗎 這個是有開發到 完了之後還去前面講新的 謝謝吧 然後大家也跟他鼓掌 還有講說我真的 我有什麼感覺啊 對... 你沒講笑嗎 我覺得你有沒有被開發到 你們... 對啊...很棒 你這個要十幾萬入會費 就是我說的買那兩組啊 從此以後不要再提這個了 真的 好不好 對啊 我會去加入這個東西 而且啊 你知道為什麼 每個人上去講的都很感慨啊 那我真的沒感覺 所以我上去的時候 因為不好意思 所以我自己也編了一段 我跟妳講喔 印度有一個...有一個這樣 對 那個我奶奶是我自己的 我跟妳講 妳奶奶也不會是我的啊 我跟妳講 印度有一個奧修 妳們可以參加奧修會比較好一點 奧修也有那個...奧修正點 我參加過一個很奇怪的 它有點像宗教的耶 就是也是... 我去參加的時候啊 那時候因為我很小 然後我是一個家庭老師 他帶我去的 然後我常常就是看到他在上課前 會坐在那邊默唸一句話 什麼 然後大概唸了十分鐘 好 我們現在來上課 然後他就帶我去 然後他去了一個小小的地方 然後進去之後 他就說我們的師父會告訴你 你要怎麼做 然後進去一個房間 就點蠟燭 他就說我現在教你一句 有點像...密碼之類的 你只要唸了那句話 你就可以跟我們的神溝通 然後他就告訴了我一句話 然後說你現在就坐在那邊 默唸他十分鐘 我又坐在那邊 當唸了兩分鐘我就開始嘟咕了 然後我就說哪有聽啊 什麼聲音啊 就覺得很奇怪 這種宗教的東西 跟那個大腦開放是不是 其實很像 就是他...我跟你講那個是 就是你一直比如說 他就說你隨便講的時候啊 然後不管你講什麼 你旁邊也聽不懂 但是上面聽得到你在講什麼 方言啦 對 我覺得這種是不是 你那應該就是宗教的 是這樣子的吧 所以你剛剛講的時候 你那時候參加這個協會有 花錢進去嗎 有買他們的書之類的啦 其實還好 可是我有參加這一種的 然後真的有被感受 你也有 那請問你們參加這個場所 是不是很隱密 對 他還跟我說 我現在跟你講的這句密碼 你絕對不可以告訴任何人喔 這個只有你知道 你講...告訴別人 你會受懲罰喔 所以你們會聚會的場所 不像一般我們學舞蹈的啊 舞蹈教室啦 或是什麼英文教室那麼的 或者像我們深圳宗教室 有道場的啊什麼的 沒有耶 就是在像... 就是... 小巷子裡 一個家庭 傳火巷有沒有 大家在那邊開始了 就是家庭裡面就對了 對 那其實我們知道有一種就是 以前我們常常看 在街上看到有一種人有沒有 就對著大馬路大叫那種訓練 那種叫做... 膽量訓練吧 膽識訓練吧 潛能激發 有 是潛能激發 還有口才訓練 其實是有潛能激發這個 妳聽過有什麼比較不一樣的 我有朋友參加那個 南部的六合彩 那也有會員卡嗎 有...他們有會員卡 而且他們是招式的那個 就是大家來拆招這樣子 很好玩 其實你如果把這些東西 不要從迷信的角度去看的話 他們其實也是有一些 所謂的交流 對 他們有公視 對 也會 然後比如說大家有一些證... 比如說一般的那個會可能是 我們要出去旅遊 是拉到什麼地方 可是他們是去廟 就是說哪一家比較有名 就帶到那邊去看 或者是球牌 所以他們的交流方式 是比較不一樣 但是他們也是有一個那種會 但是我覺得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因為他們也是會招募會員嘛 有的時候是透過網站 一開始是不用錢的 但是比如說你要這一期的 上看八億你要求一個什麼名牌之類 很多都是要付費的 他會告訴我們一些 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要提醒大家 要非常的小心 那有沒有朋友去參加過 潛能開發課 我有朋友參加過 那是什麼樣的 有用嗎 而且我朋友還特地從 從加拿大飛回台灣 參加那一個禮拜的課程 那他的課程在幹嘛 我聽他講說他們就是 他們曾經中間有一堂課是 他們叫那些會員 穿你這一生中 絕對不可能穿的衣服 譬如說就是 你絕對不可能做那種打扮 你覺得最丟臉最丟臉的 譬如說孫逢穿女裝啊 對... 穿比基尼啊這樣 對...然後帶到那邊 然後他就叫你換上 然後就是要克服你的心理壓力 然後再把你們帶出去逛街 對啊 就是要... 這樣有什麼用咧 就是克服你心理的那一道行 以前不是在那個劍壇那個 公車站那邊 那時候我常常坐車經過裡面 每天早上就很多人啊 我自己開始就站在那個路邊 大家是撤退馬路 我們現在在上下班 他們在這邊 就這樣叫耶 是喔 我覺得那個是把自己一個... 解放 我是覺得會把人類的一個點 突破你知道嗎 可是那些有些人比較內向 對... 突破是我 增加信心 不管是什麼俱樂部 只要不要花太多的錢 對你自己有好處 然後盡量呢去參加像一些 比較不花錢 大家一起共樂的俱樂部 比如說登山俱樂部啊 什麼那種 那如果說遇到了 比如說人家這個不當營業 倒了以後呢 那就要聽我們專家的講法 是 第一個先這個把 有關於銀行方面的切割開來 所以銀行的部分 有一些這個信用卡部分 比如說你有爭議的款項 要趕快去要求指負 所以先把銀行的弄完 另外這邊的話 一定要上這個 消機會消保會的這個網站上面 可以線上申訴 要提供一份這個 自己的這個申訴書 所以以後他們如果有 大家集體訴訟有一些好... 就是等於說是有... 妳就可以分得到 對 所以這兩點我覺得是現金最重要 那自救會要不要去參加 要啊 我還有一張自救會的這個 會員卡 真的 對啊 可是因為加之沒有用啊 後來也是一樣就沒有用 不了了之這樣 不會倒俱樂部 很好 就是最想參加的俱樂部 不管你要參加什麼俱樂部 都是以健康快樂為主就好了 對不對 如果真的要花錢買會員呢 先想清楚 因為畢竟賺錢不容易 就算你負擔得起 那也是錢 好不好 在這邊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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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想參加一個張的 那個 有啊 可能如何